所有的教育啊 都說我沒有愛的教育 不可以打 不可以打嘛 小孩子不打也沒辦法 去達到你的要求 那你好好跟他講 因為講也不會痛 愛的教育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懲罰的方法 光用嘴巴說 我覺得你 一般的小孩子 沒有這麼大的接受度 兒子跟你說他想要拿那個 空氣強烈心去轉換 你怎麼告訴我 我要現在前因後果 我要知道他什麼時候 剛開始喜歡這樣東西 從我們讀書的時候 就是打罵教育 可是到了我兒子的這一代 所有的媒體啊 或者是所有的教育啊 都說我沒有愛的教育 不可以打 不可以打罵 我說小孩子不打也沒辦法 去達到你的要求 那你好好跟他講 因為講也不會痛 那你講完了之後 他明天還是再辦 那你就婆婆婆心的 再一次跟他講 那些循環一直這樣子下去 因為沒有給他們一些懲罰 後來我才想到說 這個愛的教育 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懲罰的方法 不要叫他 叫他刷血啊 或是什麼 之類的 光用嘴巴說 我覺得 一般的小孩子 沒有這麼大的接受度 所以那個兒女教育 是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對啊 那個兒子跟你說 他想要拿那個空氣強烈 先去轉換了 那個老師 火槍 我要先講前因後果 我要知道他什麼時候 剛開始喜歡這樣東西 嗯 瞭解他的喜好 瞭解他的喜好 不會不會 我小孩子不會 我覺得溝通是 是很重要的 嗯 那我覺得冷卻還蠻重要的 當大家都在氣頭上的時候 我說好 我們先聽見一下 我們各自開開 各自離開 那我就用Line 用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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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